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当作普通士兵 但是他的一个举动 却被解放军士兵给识破 杜玉明被捉后 想要去厕所大姐 争得同意后 在士兵的陪同下前往厕所 解手后 杜玉明从自己的兜中 掏出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擦屁股 这把我军士兵看待了 当时卫生纸这种东西还没有普及 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 解放军士兵以为是棉花 认定此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于是就上帽给了上民 施政委与陈茂规则之后 亲自前来审问 杜玉明前言不搭后语 自知隐瞒不下去 就抓起了地上的一块砖头 朝自己脑袋给了一砖 而后晕死过去 杜玉明被紧急送往卫生院 接受治疗 当卫生院去后 杜玉明已经清醒过来 卫生院要求给他换药 但被杜玉明给直接拒绝 杜玉明觉得 自己一个高级军官 以前医生不断 现在却要一个十几岁的小毛还换药 心情很是不平衡 于是就又倒在了稻草殿上 不再说话 没过多久 纵对司令员好久 政委郭化弱 副政委刘文学 参谋长梅家生和政治部主任谢云辉 全部前来 杜玉明也算是名讲 身份立马被识破 杜玉明知道隐瞒不下去 只好承认其身份 此时的杜玉明恢复了统帅的风度 镇定自若地被押上了汽车 送往了花姐总参谋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